四神海鲜 八宝宝子 要开头 哇 东西 不太好了 要做好正魂包子 灵魂就是我白国家一清六百点的 鼠汗老面 啊 装了 干牌了 我没有 酵母由温水滑开 照亮多次倒入面粉 先成续再成团 他想把这个面团揉得多滑顺 多柔软 恒温恒湿 发酵一个小时 哇哦 八大海鲜是什么样的海鲜呢 什么样的海鲜 你听 鲍鱼素食和海鲜 本身并不鲜 需要高汤来吊鲜 小火慢炖八小时 时间一到 汤稠色白 去肉流汁 浓郁的奶汤 加一勺蚝油 两勺生抽 倒入提前发发好的海鲜 鲍鱼素食和干贝 只削片刻 干纯高汤 便可吊出 真羞佳芽 还记得那锅 掉了海鲜的高汤吗 它的终极使命 就是和鱼鳞一起变成高汤冻 那个传说中轮 刚才削竹子 是为了要做这个宝船型的张笼啊 nice 面团发酵两倍大 收着一车 不回缩 撕开一看 有蜂窝 撒点手粉 给面团排气 揪成掌心大小的面剂 擀成5毫米的面皮 四种颜色的面皮 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馅料 摆上对应的糯米纸 接着就可以去完成最神圣 又最轻松的一步 蒸 老板蒸烤一体机 C906 一键烹饪 时间温度可以精确到每一分每一度 顶部不滴水 包子不蒸塌 锁住原汁原味 虽然我们无法复刻 酱人用心制作的原生美味 但借助现代高科技 日益精巧的烹饪工具 我们依然可以 迷腹记忆的不足 尝到极致的美味 你可别忘记了 年轻人 十年后再见了